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今天发布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 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 达到35.8万亿元 占GDP比重达到36.2% 专家指出 近年来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进一步凸显 总体上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 贡献不断增强 2019年我国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 分别为37.8% 19.5%和8.2% 数字产业化正稳步发展 从规模上看 2019年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达7.1万亿元 同比增长11.1% 从结构上看 数字产业结构持续软化 软件业和互联网行业占比持续提升 数据集成平台赋能 成为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关键 据了解 我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数据供应链 在数据采集 数据标注 时序数据库管理 数据存储 商业智能处理 数据挖掘和分析 数据安全 数据交换等各环节 形成了数据产业体系 数据管理和数据应用能力不断提升